外电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导 当局计划明年1月起 在全球投资5至10个大型基建项目 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北京外交部说 世界需要的是踏桥而不是拆桥 认为相关倡议不存在相互抗衡 或者彼此取代的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和多国领袖 今年6月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时 推动名为重建更美好世界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路透社和彭博分别引述美国高级官员透露 由副国家安全顾问新格领导的代表团 近月先后到访非洲的塞内加尔和加纳 以及中南美洲的厄瓜多尔 巴拿马和哥伦比亚 在每个国家落实最少10个基建项目 未来几个月可以动工 期望在12月 下次七大工业国会议上敲定 最快明年1月公布 代表团预料今年内亦都会到访亚洲 找投资项目 美国将会协助发展中国家引入股权投资 提供债务担保 政治保险 津贴和技术支援 推动当地环保 健康 数码科技和性别平等 包括研究在西非塞内加尔 起疫苗厂 加强清建能源供应 网络基建 加大贷款给女性开设业务 期望填补2035年前 发展中国家基建所需的40万亿美元资金缺口 提供一带一路以外的选择 据报塞内加尔和加纳表示欢迎 美国承诺不会要求以港口或者机场等重要基建 作为资金担保 中国自2013年提出透过一带一路倡议 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铁路和港口等的基建 不过有意见批评 中国刻意制造债务陷阱 向贫穷国家提供过多贷款 外交部曾经回应说 中国从不逼债 更加不会要求签订霸王条款 有关中国制造非洲债务陷阱的说法 是西方国家政客偏造的方言 当非洲国家出现经济困难时 中方始终愿意通过友好协商 寻求妥善解决办法 无线电视记者风月明报道 内地新增43宗新冠病毒本土国案 其中河北占12宗 黑龙江8宗 而四川7宗都是在成都市确诊 四川省疾控中心说 当地出现一传13的病例 部分确诊者虽然没有共处 但共同生活环境验出阳性样本 显示公共空间 办公场所等等 传播风险较高 当地高新区环球中心 因为有怀疑患者到访 昨天需要围风检测 多人知道之后 爬过围场离开 警方正是追寻这一派人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说 不能再将海洋作为在全球推行单边强权的工具 反对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海洋霸权 在海上耀武扬威拉帮劫牌 一连两日的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在三亚揭幕 有来自三十几个国家的政要 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透过视像支持 指出近年海上安全问题层出不窮 海洋生态环境日益严峻 海洋全球治理面临各种挑战 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为首应对和各方要坚持多边主义 共同维护海洋秩序 其他国家的正当和合法权 黄毅说中方始终坚持 尊重各方合理的海洋利益诉求 通过对话微合分歧 通过谈判化解争端 提到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和东盟国家自力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推动南海行为准则初商 将不断取得新进展 又指出全球供应链 因为疫情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因素出现问题 中方希望通过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和共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 加快海上互联互通建设 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的活力 黄毅又说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正在此持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 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实现海洋资源有罪开发利用 并愿意在这些领域深化和各国的合作 无线电视机仔梁明山报道 外电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 当局计划明年1月起 在全球投资5至10个大型基建项目 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北京外交和话 世界需要的是踏桥而不是拆桥 认为相关倡议不存在相互抗衡 或者被此取代的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和多国领袖 今年6月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时 推动名为重建更美好世界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路透社和彭博分别引述美国高级官员透露 由副国家安全顾问新格领导的代表团 人月先后到访非洲的塞内加尔和加纳 以及中南美洲的厄瓜多尔 巴拿马和哥伦比亚 在每个国家落实最少10个基建项目 未来几个月可以动工 期望在12月下次七大工业国会议上敲定 最快明年1月公布 代表团预料今年内 也会到访亚洲寻投资项目 美国将会协助发展中国家引入股权投资 提供债务担保 政治保险 津贴和技术支援 包括研究在西非塞内加尔 起疫苗厂 加强清建能源供应 网络基建 加大贷款给女性开设业务等 期望填补2035年前 发展中国家基建所需的40万亿美元资金缺口 提供一带一路以外的选择 据报塞内加尔和加纳表示欢迎 美国承诺不会要求以港口或者机场等重要基建 作为资金担保 在北京 外交部说 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空间广阔 各类相关倡议不存在相互抗衡 或者彼此取代的问题 世界需要的是搭桥而不是拆桥 是互联互通而不是相互脱钩 是互利供应而不是封闭排他 希望美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振兴 中国自2013年提出透过一带一路畅议 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铁路和港口等基建 欧美等国都有研究报告说 中方刻意制造债务陷阱 中方曾经回应说 中国从不逼债 有关中国制造非洲债务陷阱的说法 是西方国家政客编造的方言 无线电视记者封热明报道 美国日前发声明 拍平香港等多地的人权和民主状况 在北京 外交部坚决反对美方打住人权民主旗号 抹黑香港形象 美方一再用人权民主 为自己干涉他国内政 破坏地区和国际安全的行径辩护 但是从伊拉克到叙利亚 再到阿富汗 事实一再证明 美国强行对外推销 自身民主和价值观 给世界带来的不是稳定和繁荣 而是动荡和灾难 美国是人权民主的信用透支者 美式民主早已破产 内地东北地区的暴雪持续 其中内蒙古通辽的积雪深度 打破70年来的纪录 五千多人受灾 一个人死亡 内蒙古通辽的特大暴雪 落了两天未停过 积雪及室 铺门整条街 有外出的人边走 要边用手扑开积雪 积雪深度超过半米 打破1951年的积雪深度纪录 有市民挖破中植棚架上的障礴 积雪倾射而下 有商户收工 打开门发现这个情景 市内大部分老城区停水 有铁皮屋被树压毁 多人被困 大雪也冲击当地畜牧业 有牛棚铜炉棚顶承受不了暴雪的重量而倒塌 多只牛棚铜炉终于压死或逃走 有字养护说损失惨重 自于吉林重源 广泛地区也有大风雪 路边堆起的积雪有人这么高 全市地盘停工 中小学幼儿园停货 市政府要求保障供电抢暖 北京市区上星期六迎来初雪 因应疫情 市政府要求涉疫风控区域的积雪就地堆放 不准运出风控区域 以防疫情扩散 无线电视机就在五号音不度 无线电视机就在五号音不度 入口网区域的电视机就在五号音不度 最后第一次都在五号音不度 最后一号音不度 入口网区域的音乐 最后一号音不度